我创作的东西我喜欢用最常见的 比较普通的 比较自然的 这样它大家最熟悉的 它第一视觉可能是不动的 或者是不可便宜的 那么把它展开 或者人为把它调动之后 它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给人的心理的那种影响更大 那我这雕塑可以动 可以拉长 可以伸展 可以反关节 可以缩回来 怎么样都可以 对纸的感兴趣 其实我是在做书的时候 因为做设计的时候 它就涉及到纸张 什么样的纸印什么样的书 就了解得比较清楚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特性 什么样的这种挺度 什么样的韧性 这个就是我想到我作品的直接的元素 这种工艺品 纸葫芦 在中国一直存在比较早 比如说结婚 庆典 它挂在屋里头 很有喜庆气氛 对我连接纸 它起到一个最便捷的办法 那你合上它很小 展开又很大 并且它有很多可便宜 突然就产生一种 这个东西 你这种材料能不能作为一种艺术品的材料 或一种媒介来出现 会在这里刷胶 刷好胶把它拿掉 再放上一张纸 对 对 就这样逐渐逐渐完成 我看螺 从脚底到上面 一共两万张 保持这一大立方纸 就好几个月 所以我一定要提前考虑好每个细节 尽量不要它出错 就是说它的深度 宽度 以及它的体量 还有它的重心 我都要考虑 因为纸张的重心是一直在垂直 因为它之间是活动的 如果你要是往前往往后 它都会倒掉 我还是想 就是近两年呢 把纸这种可能性呢 就尽量去探索 去完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